纵观水浒传当中 最终结局能落得个好下场的屈指可数 断了手臂的武松 就算是其中一个吧 只可惜的是 当初108江是何等的威风 最终在昭安后生生死死的兄弟 牺牲太多 在寺院里供佛吃斋戒 也算是了却他的一生 宋江在带来梁山兄弟们 征讨方辣归来后 和武松也算是缘分已尽了 断了手臂的武松 最终没有选择和兄弟们 进入京城接受宋朝廷的封赏 而是选择和宋江道别 说了这样一段话 大概的意思是 大哥不要为难我 我不想进入京城 只想当个和尚度过晚年 当时宋江就说了四个字 认从你心 表面的意思是随便你武松 但更深层的含义 其实就是你我兄弟 自此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夺木桥 兄弟之情到此为止 当初侵入兄弟的两个人 为什么最终还如此的陌生呢 要知道宋江和武松的初次见面 就显得跟其他兄弟格外的不同 当初宋江走投无路时 去苍州投靠柴靖 但是在投靠柴靖时 宋江是有担忧的 害怕柴靖 对他有所误会 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 曹盖杀了柴靖的人王轮 抢夺了梁山的地盘 此时宋江要来投靠柴靖 一方面是因为 害怕朝盖拉他去当草扣 一方面要顾及自己的生命安全 但又害怕柴靖误会 他是朝盖一伙的 所以在跟柴靖喝酒时 都不敢喝醉 说我且躲杯酒 原因何在 就是有所顾虑生命安全 但武松的出现 解决了这一问题 宋江在离席时遇上了武松 见武松长得彪悍 心中大喜 宋江和武松从未蒙面 也没有亲戚关系 宋江突然起来的对武松好 向武松坐立不安 宋江甚至是刚见面 就单独和武松结拜为兄弟 晚上睡觉时 还要拉着武松一起睡觉 就是当初几次 救宋江的他本来的李逵 宋江也不曾这样情义绵绵 而宋江之所以这样 再回过头看 其实就是利用了武松 保护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武松和宋江的最终离别柴进家时 他们的对话也看出了端倪 宋江对武松说 兄弟 你只顾自己虔诚万里 早早地到了笔触 入火之后 少借酒信 如得朝廷昭安 你便可穿夺 鲁智身投降了 日后 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 博得各风七应子 酒后青史上 留得一个好名 也不枉了为人一事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 还未上梁山的时候 其实宋江对于公民有多么看重 他是不愿意当个草扣 留得千古骂名的 而武松并不是傻子 他从此处就看出宋江的意图和眼界 他回答宋江说 天可连剑 亦是不死 受了招安 那时却来寻访哥哥 魏池 这种可以变数的回答 也足以看出 武松在心理上已经明白 其实和宋江不是一路人 宋江之所以对武松如此好 其实还出于对日后有所用途 毕竟像武松这样的英雄人物 在世上并不多见 在梁山最终在反抗和昭安的问题上 武松和宋江的矛盾 已经上升到了白色化 宋江天天和兄弟们灌输大宋还是好的 为了前途着想 早早招安了 留个名声 弄个一官半职的 好过当土匪墙 武松回了宋江说 今天也招安 明天也招安 如此却冷落了弟兄们的心 说这话已经够明确了 武松就差点没掀桌子了 但他还是克制住了 他不像李逵直信子 直接对喷宋江说 招个鸟安 曾经相爱熟兄弟 如今陌生两路人 欢声笑语共饮酒 往来情义有几人